藤王阁序 四 观山南岳 亭水相逢 摇金斧唱 一星传飞 爽赖发而清风生 献歌凝而白云鄂 虽缘绿竹 气灵彭泽之尊 夜水珠华 光照临川之笔 四美聚 二难病 穷地缅于中天 急于犹豫侠日 天高地炯 绝宇宙之无穷 星尽悲来 时盈须之有数 望长安于日下 目无快于云间 历势极而难明深 天柱高而北尘远 观山南岳 水悲失路之人 亭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 怀地昏而不见 凤轩是已何年 放眼远望 胸金刚 感到舒畅 超义的兴致立即兴起 抬消的音响 引来的徐徐清风 柔缓的歌声 吸引住飘动的白云 像虽缘竹林的聚会 这里善隐的人 酒量超过彭泽县令陶渊明 像夜水赞涌莲花 这里诗人的文采 胜过凌川内史谢灵韵 良辰 美景 赏心 乐视 这四种美好的事物都已经齐备 贤主 嘉宾 这两个难得的条件也凑合在一起了 像天空中急目远眺 在假日里尽情欢愉 苍天高远 大地辽阔 令人感到宇宙的无穷无尽 欢乐逝去 悲哀袭来 我知道了事物的兴衰成败 是有定数的 希望长安 冬至无快 南方的陆地已到尽头 大海深不可测 北方的北斗星多么遥远 天柱高不可攀 观山重重难以越过 有谁同情不得志的人 萍水偶尔相逢 大家都是一厢之客 怀念着君王的宫门 但却不被召见 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侍奉君王呢